声浪能把小孩吓哭 帕加尼风神帝王 究竟是一辆怎样的车 欲进风而来 如惊雷般炸裂 这就是帕加尼的活热啊 它算是汽车里面视觉和听觉的天花吧 这也是声浪最像F1的车 这个视频 我选择性地关了背景音乐 先看看它这夸张的造型 从前脸开始 就是空气动力学的设计 上开式的蝴蝶门 全车采用碳纤维外壳和碳态材料 车尾大型分流器和巨大的稳定 能在高速时候产生巨大的下压力 强化稳定性 车尾超过的四处排气围 能带来托迪汽车压的实话 当然 帕加尼给你配备了消音器 当你不需要那么巨大声浪时候 你可以装上它 它搭载的是一台6.0升V12自吸发动机 850马力750牛米 它的这台12缸发动机仅重200公斤 6速序列式变速箱80公斤 所以整车仅1050公斤 但很遗憾 你有钱归有钱 你必须先买一辆棕的2 才能驾驶这辆车 这车它只能在赛道行驶 所以从设计开始 一切和速度无关的装置都被取消 由于不用管理事 很多贵则会抛之脑 考虑的是整车性能和速度 所以从听觉和视觉 都给你丰富的震撼力 精明的帕加尼限量发售了30年 当你上赛道的时候 全程有帕加军队给你保障和指导 让你真正体验风神帝王的魅力 在电动大军霸占道路和赛道之前 起码还能形成的军队领域 是什么 不是吗 在电动大军霸占道中